《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这中国大陆洪水暴雨肆虐的一个月了吧 媒体都不见报道 没有人民领袖的关怀 这各地媒体都不敢发声 你每天就说汤水灰报社上班呗 视而不见 不报道 反正对美国的骚乱热心的很 北京疫情爆发 一个地毯医院去检查出了两百多例 媒体报道说全北京才两百多例 这隐瞒和谎言依然在继续 武汉三镇的灾难过去了吗 家破人亡好像是几代人以前发生的事 远着去了 都忘得干干净净 就连写下日记记录苦难的方方 都要动员武林高手来惩罚他 中国人不允许有记忆 准确的说是不允许有共产党的 丰功伪纪以外的记忆 不准有苦难真实的记忆 中印战争这边边境是战云密布 战争是随时爆发 说实话你们见过中外历史上 哪有一个国家一个朝代 能有这么多的巨大的灾难 同时汇集同时发生呢 战争危险 传播世界的瘟疫 遍布全国四分之三以上国土的水灾 更奇异的是什么 奇异的是这片国土上的苦难中的民众 是那么出奇的安静 默默的受难 默默的死去 人民领袖总算是发话了 习近平28号对防汛救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整整一个月了 他出来说了一句重要的话 最重要的话就是要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习近平讲话之前的人民的生命安全 是没有被当做一回事的 这就是这个奇葩的国土 人民领袖亲自又绽放一颗奇葩 你看 这个世界的公理 这最基本的人性 人的生命权 如果领袖不发话 就可以不当做一回事 人是可以不当人看的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人民领袖的这份关怀 它降临人间之后 我会带来什么 大家肯定不会忘记 1月20号 就在那以前武汉的疫情长期保持40个人左右 对不对 1月11号到1月16号 一个星期武汉市卫健委连续七天 没有新增病例 第二天 湖北两会胜利闭幕 然后武汉人民快乐幸福的 就等待着春节的到来了 买年货去吧 突然1月20号 习近平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做出批示 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 把这个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当天钟南山就宣布人传人 第二天武汉冒出来136例 23号武汉封城 专制制度的铁拳砸向了人民 人们都懵了 人民领袖不开口 你看到没有 人民都快乐过年了 人民领袖一开口说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 坏了 生命没了 灾难降临了 而且在你看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这个瘟疫席卷全球 一千万人感染 五十万人死亡 这天可连见 这次又来了 习近平在水灾肆虐 他隐忍了一个月之后 终于开口说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了 在习近平讲话之前的湖北宜昌已经是水淹 那可以说是连续暴雨所致 但是就在习近平讲话 同一天突然水流湍急 水中有鱼 你说这个暴雨的积水 它不会有这种落差极大的这种洪水的涌动的 再说那街道上的鱼哪来呢 不就是长江的鱼漫上来了吗 也就是说坐落在宜昌的这个葛州坝 再加上上游三峡大坝开始大规模泄洪 你一座城市就这样被淹掉了 连个洩洪通知、洪水警告都不发 这就是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嘛 当然还有更大的担忧 三峡大坝 是否会坍塌呀 是否会溃坝呀 为什么习近平会在水灾肆虐一个月以后 才发表重要讲话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想2016年是不是大陆也是叫南方水灾嘛 很严重 那次影响的是11个省份 这一次呢 26个省自治区受灾 受灾人口1300万 在2016年的时候啊 暴雨橙色警报一发出来 五天 李克强到了水灾第一线 第六天 习近平出来讲话 那个时候呢 2016年应该还算是中共这个领导体制 基本存在一种叫制衡机制的 应该算最后时刻了 2017年一折腾 2018年宪法修改 习近平终身主席确定 这李克强要是在这个 在像2016年前那样的啊 在习近平重要讲话出台之前就去做工作做表态 那就犯大忌了 哪怕是民生大事重大事故也不行 你看2019年3月盐城化学场爆炸 对不对 在习近平当时正去欧洲的这飞机上呢 他不落地休息好了 李克强就是不能发出声音 一直到几个小时之后 习近平在欧洲做出重要指示 什么重要指示 也就是说什么 要强调要加强舆论导向这个指示 在那个指示之后 李克强颤颤颂的指挥国务院去抢险救灾 在中共这里最大的政治不正确 就是什么 就是抢一尊的风头 所以这次洪水那么大 李克强、胡春华的副总理 这些国务院的干部只能干活 不准讲话 更不允许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头版 发表重要讲话 只能在哪 只能在水利部、在国家防汛委员会 这些国务院的机构内部进行传达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现在才讲话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水灾已经出现了重大危险了 危险到了足以这个形成政治危机了 才出来讲话 进行切割 什么叫做政治危机 比如三峡 咱们知道这是一个月来的热点了 朋友们 到底会不会溃疤呀 好多人说信息来源非常有限 我呢 就一直没有做出评论 我不凑着热闹 因为咱们知道呀 这个你要是没有什么内部来源 确实的信息都是孤正的话呀 唯一评判方式就是看 看他的下游 看宜昌 看武汉的那些领导有没有异常举动 有没有搬人搬东西 就像上次这个金正恩的死讯一样的 你要说消息来源都是自媒体 都是社交媒体 不正 不可靠 怎么判断 你看韩国呀 朋友们 尤其是看汉城有没有进行大规模疏散防空 你看那美国当时还把专门对付朝鲜山区作战的 这种B-52给调走了 那肯定是金正恩是没事 对吧 三峡判断也一样 没有内幕的话 咱们看外源 三峡那里庞大的地质科学家都在BAR上 随时掌握第一手数据 如果说平时马虎点嘛 拍上几个会拍马屁的人在上面 现在关键时候 都是有真材实学的骨干在现场 是吧 所以呢 下游的干部没有搬家 没有动 你就不要慌 这个体制不把人民的当官的 可把自己的财产和命当一回事了 他不跑 大事出不了 但是这个三峡风险依然存在 它的设计监督的最高科学官僚吧 叫钱正英嘛 是不是 他自己都承认 三峡质量是不行的 那么这次暴雨对于三峡上游来说 也是80年来最严重的 这个变数就增加了许多 所以我说呢 习近平出来讲话呀 不是什么关心人民生命安全 就是来做政治切割的 也就是说 你看 我已经注意到存在的危险了 我已经说了要你们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了 一旦出了事 你想 习近平要是没有讲话 他就是独职 他要负历史责任 对不对 讲了话了 那就是下面的没有把领袖的话听进去 没有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 所以出事了 还有一层切割 是什么 要为三峡的历史责任 谁来担当啊 在这方面要做切割 三峡要炸 你迅期肯定不行 这洪水本来水面那么高 你一炸这就等于是溃坝了 对吧 所以只能是枯水期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好 经过今年这样一个迅期的观察 三峡的风险评估拿出来了说不炸不行了 那么好 炸掉就是做历史责任切割 而且都知道 建造水坝花钱 你有没有想过呀 炸掉水坝拆掉水坝 也是赚钱的买卖 目前的这个中共领导人 你看 从中国水利能源中 从这里面获利的很少 如果三峡炸掉就等于什么 结束李鹏家族这一个系列的权贵集团 继续什么 靠山吃山 靠长江靠水吃水 这种利益输送给它卡掉了 可以进行利益重新分配 而且炸掉之后 你想 三峡库区的生态恢复 移民回流 经济区开发 不要说三峡了 整个长江中下游 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恢复阶段 社会面貌会有个巨大的改变 那这可是巨大无比的开支和巨大无比的买卖呀 完全可以养活习近平和他现在的追随者 形成新的家族 这要比那个什么北京叫什么 叫雄安新区规划大多了 是不是 整个长江中下游 你想啊 分钱吧 又可以用什么 伟大的名义 再造民族的未来的名义 继续戕害中华民族 这指人民领袖的重要指示 你看 多可怕 是吧 刚才说了 瘟疫洪灾 现在全国性大失业 再加上中印战争 什么南海钓鱼岛 台湾 随时都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你说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就这么多灾多难 它还不安生 还不算 还要生生的制造一场灾难 来毁灭自己的这么多危机当中 最需要的什么 资金 技术 外交局面的支持 来毁灭一座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羡慕的城市 来把一座城市拥有的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羡慕的富有的这些精英和专业人才 把他们都变成难民 生生的 硬生生的造出这么一个灾难来 大家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香港国安法 今天早些时候习近平发布49号主席令 宣布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 根据这个新京报的综合报道来看 从人大到国务院港澳办再到中联办 没有任何一条提到国安法的具体条文 提到实施细则 从上到下都是什么 空泛的赞颂 赤裸裸的威胁 这其实倒是真实的反映了 这部违反法律的法的出台 根本就不是遵行法治社会的原则 而是什么 就等于是这个土匪呀 那个山大王趁黑夜城门上啪一贴 什么呢 告示威胁城里人我要洗劫你了 我们且不要说你看看就是美国国会 它一个法律的这个行程 需要参议院、众议院、两院的互相讨论 制衡啊 就算你中共自己吧 大家都知道你是橡皮涂裳 好嘛 那你走走心 是不是 你逼真一点演的 好吗 162个常委15分钟就通过了一个法律 难怪说连香港政府高级官员也不知道细则何在 你想这个法律要有具体内容的话 你看15分钟你得看吧 对不对 还不算任何想法 没有任何心意 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 你得看15分钟嘛 对不对 15分钟就通过了 这些谁也没有看到过的法律 将被写入基本法的附件三 这又是另外一个违法的事 根据基本法的这个释法 附件三放下的只能是涉及国家的国防外交的这些法案 既然是人大说是港区国安法 那就不是全国通用的 就不应该放入附件三嘛 而且你说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内政事物 对不对 与附件三的准入条件 国防和外交根本没有关系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充分违法的法 你说它是一个土匪进城的威胁告示 你看一看 是不是这么回事 人大栗战书港澳办的生命 你看看就清楚了 栗战书说国安法反映了包括香港同胞 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你想 这内容连特区政府高官都不知道 香港同胞怎么知道 全国人民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 那栗战书肯定说的是谁 说的是那个党媒宣传的三千万香港同胞吧 或者是成龙手里的那份说死了的 又踊跃活过来签名的那些艺人的名单 国务院港澳办的声明更牛 说反映了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 任何恫吓和制裁都动摇不了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 更吓不倒中国人民 哎哟 你看的就是什么 赤裸裸的在挑战嘛 是吧 我觉得最后一句是说的比较准确 美国的制裁呀 就是直接针对破坏香港高度自治负责任的 中共官员去的 不准他签证 不准家属签证 冻结在美国的资产 当然还包括香港的这些地下党员 这个是属于精确打击 老百姓走的来说还是开心的 那么说到恫吓与制裁 动摇不了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 那这个咱们就花点时间说说了 是不是 你首先说 你说香港是国际经济地位 那好 既然是国际地位 当然就不会是你这个计划经济为主的 以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己任的共产党给的 对不对 谁给的呢 西方世界给的 那么对于中共来说呢 正是香港承担了所谓改革开放以来 进入和流出中国大陆资金的 近70%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承担 才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毛泽东时代香港就是中共的气门心 你把它堵上就透不过气来了 邓小平时代的叫做南风窗 除了资金呢 还有香港的歌曲电影生活方式 是几乎所有的中共权贵向往的销金乌尔 是改革开放以来呀 中国大陆经济最重要的输血贷 国际经济地位既然是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给予的 那么他们到了今天 到了这个局面上 也就可以把他们给予的拿回去 不给了 对不对 因为美国相信什么 它之所以能在香港做生意 香港之所以繁荣 世界各国因为香港而获得经济上的繁荣 是因为香港拥有与西方相同的民主制度 不是价值 同样的法治和自由 才能让香港长期的繁荣 才能让西方在香港长期获得经济利益 你中共制度你要那么好 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 直接就一国一制就好了嘛 对吧 香港人民看 哇 社会主义好啊 社会主义就是好啊 他也不会坚持一国两制了 当年也不会大逃港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坚持一国两制呢 就说明有优劣嘛 今天出台的香港国安法 实际上跟一个月前有一个微妙的变化 我们当初分析说 两会期间突然推出国安法 有一个明确的制约打击目标 就是香港的立法会选举 我当时也分析过 国安法也许会在八月份推迟到八月份出台 它干嘛呢 以禁制度 观察西方的反制 观察香港这个社会反应 我这么一个大拳打下来 你们有没有跑啊 你这样才决定国安法出台的时机嘛 决定它的具体细则嘛 你就是一个政治宣传 你政治动作的话 你也得走这么一个程序比较合理 对吧 但是你看 现在国安法仓促出台 没有任何细则跟进 中共各方放出的这种严厉口风来看 实际上是习近平 已经耍起了那个红卫兵的那个魂劲了 属于那种谁不革命就去你妈的蛋 就属于那种 知道吧 在川普宣布取消香港优惠地位 取消他的这些各类协议之外 还附加了对在美国的这些中共军队背景的 留学生和学者进行驱赶的决定 态度是异常坚决的 美国国务院多项政策出台 也是表明了美国的反制的决心 希望中共再放弃最后出台国安法 你知道吧 给香港一个活口 很遗憾 习近平显然是觉得 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更加输不起 习近平这种对局势的判断力 我相信也有旁边一些人给他吹的这个风 就是美国人输不起 玩不起 咱们干 他也显然是被美国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给激怒了 迅速颁发主席令通过国安法的实施 你看这个港澳办 这个人大的这种各类声明 国安法既然是这么强力推出了 已经可以彻底的不尊重香港的立法司法制度 已经彻底的要打烂香港的法治社会 那么还要把立法会选举当做政治目标有何用呢 这就是微妙的变化 习近平的这个主席令和现在出台的 香港国安法的这个出台的姿态 实质上已经把国安法进化成为了对美国的全面宣战书 那么美国方面是中共说的这个恫吓还是来真的呢 其实朋友们要留心的话 可以反过来看看新浪网 他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 他说不得不防美国还有疯狂的一招 说着美国的疯狂一招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未来不排除将中国与Swift 银行转账系统脱钩的可能性 也就是关闭中国想使用美元结算系统 这个系统你只要有一个美分流入 美国就掌握的清清楚楚的 所以对于中共官员的海外资产 可以发动这种叫精确打击 原因也在于这里 那么一旦这样做了 给你取消了 中共的商业银行系统立刻就瘫痪了 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就会被切断 所以新浪网说不得不防 实际上它表达了中共一种无路可逃的无奈 你说这还是恫吓吗 不是了 这是来真的 总有人说是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砸自己的脚 你不想想为什么美国人老要搬石头呢 搬石头是要砸你头啊 你想你头破了和他脚破了 到底谁能活 习近平这个笃性 红卫兵的痞子气 真的是戕害整个民族 朋友们 就算跟你说哪天习近平下台了 不管是光彩下台还是悲惨的下台 就算川普哪天不当总统了 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一个国家的发展 特别是中美两国这种大国的未来 两个国家的外交和战略的关系 这展开是要有一个结构和趋势的 这个是个长期的事情 一旦扭转以后 这个个人的愚蠢会带来整个国家长久陷入什么 颓丧和灾难当中 贫穷当中 你就说这个供应链 外国资金撤离中国市场 你想什么时候中国能再有这么一个 黄金时期四十年的发展机遇 很难了 是不是 工厂搬到越南去了 搬到印度去了 你再把它搬回来吗 香港的金融机构搬到新加坡去了 你再把它搬回来吗 多难啊 那什么是结构 我们说一下 你比如说两个国家经济来往 贸易额 两个国家 你们这个是互相真心的做生意呀 这个还是seamless的结构 还是同一价值观的同样社会体制 这就是结构 中美之间这个结构天生就不是一对 那个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就说的很好 他说过去90年里面美国严重误判中共 中共要征服世界 没有达到这个征服世界之前 就不断的渗透 寄生在西方世界 两个国家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种体制的 这个不可融合的竞争 这就是结构上的差异 那么什么是趋势 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趋势 一旦形成这个趋势 比如说吧 中共是号称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就是它想用极权主义来控制世界 是不是 这要激情发展什么军事力量了 要通过超线战来战胜西方了 就像苏联一样的 当年导弹上天 然后呢 老百姓用的热水瓶都生产不出来 那美国方面趋势呢 比如说你看对华为的打击 就是科技封堵的趋势 对吧 它对你层层堵截 这点就回到香港问题上 蓬佩奥昨天说了 随着北京推进国安法 我们就是美国将从今天起停止出口 美国生产的防御装备 美国还将采取措施在国防和军民两用技术上 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限制 你知道吗 原来香港啊 它不在巴黎统筹协议上 它也不受后来这个叫做瓦森纳协议 这个补充件的限制 也就是说什么呢 香港是可以获得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和服务的 这是当年毛泽东时代留下这个欺盟心的作用 它有这个战略安排 中共的航空航天部门在改革开放早期最有钱 拿着美元很少有的外汇 拿着有限的外汇到香港办公司 香港把西方科技偷运进中国大陆 你现在这里要停掉了供应 川普把解放军院校背景的这个留学生也驱赶回去了 那些学生学者回去还不算 我给你说打开电脑一看一看 理工类的工作软件都不给用了 这些还是美国的恫吓吗 还不是来真的吗 军事产品不给你了 军事研究的后路也给你断掉了 你说你要宣战 你不惜打烂香港也要一战 那你说你战争的消耗你怎么补充 战争需要的新的军事科技你怎么实现 习近平是有那个希特勒的那个心 根本就没有希特勒当年的社会组织能力 德国当年要报士坦克火箭 是吧 喷气机甚至原子弹 德国军事科技当年是领先世界的 也一样被自由世界给消灭 并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那中共呢 目光短浅到 竟然要通过香港国安法 来为自己的政治上挽回一个面子 向西方表达自己敢于一战的疯狂 这根本就不是赌注 就是一个就是买定了一手一去无回的赌本 把钱一下上的一瞬间就已经输掉了 你也会指望跟美国打仗 做梦嘛 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跟恐怖主义伊斯兰国没有区别 跟他们一样制造百万级别的难民 你说你这么凶 这么狠 能吓活得住香港人吗 你说你看香港众志都解散了 对 那是香港年轻人的政治智慧 不要忘记他们不放弃反抗的决心 那是他们一贯的什么 叫Be Water的对抗强权的策略 活下来就能看见希望 朋友们记住了 当大街上不再喧哗 那每个窗户的后面 自由的心会更加激荡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